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话说 这一次我从内地回来 当然有很多感想 其中一个感想 就是我在北大 在清华 在复旦三场演讲里面 有一些细腻的证据 由于时间的关系 无法提出来 所以呢 我很愿意用这个节目 补充的一点证据 给大家看 我举个例子 我在演讲里面 提到 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林泽徐 后来 做了替罪羊 被清朝政府 给发配到新疆去 在去新疆的路上 我说 林泽徐啊 写过一封信 给他的好朋友 他说啊 我们 打不过 英国人 原因呢 就是英国人的炮 打我们的时候 打过来了 我们要打他 我们的武器不行 当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无法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今天 我把证据啊 给大家看看 知道啊 当年 中国的爱国者 在中国的 武力 很弱的时候 怎么样的 很辛苦的 爱国 并且把这个记录啊 写出来 我手里拿的 就是林泽徐 手札啊 我敢说 大家 能看到 这种新的人不多 为什么呢 他的字啊 也很难认 我给大家 我帮大家 认一 认一点啊 大家看这个字啊 看得下 你看得下 且 而且的且啊 比 比方 就是英国方面 这大炮 他们的大炮啊 且比方大炮啊 远至 五十里 内外 打的距离啊 一打打五十里内外 啊 看到没有啊 其啊 这大炮啊 接仗 跟他交接打仗的时候 相隔远深啊 非常的远 相隔远深啊 并非亲面 不能够面对面 这样打 为什么呢 你看不见他啊 旷旗 放炮之法 放大炮的方法啊 与内地 我们这个中国内地 排枪同 同 就放一排枪的那种方法 一打打一串的啊 一接连连不断 他一放出来之后呢 连连不断啊 我方 就我们中国呢 仅一小炮 我们这个小炮 既不能啊 敢 几笔 赶不上他 并且呢 放一炮 必须啊 费多少的这个 这个辗转 折腾半天 才能放出一炮来 武器打不过他 最后 林德奇说 每一私之啊 我每一回想到 这个局面 心肝欲裂 我的心都碎掉了 天佑我国家 希望 保天爷 保佑我们中国 或当 也许会有 有什么呢 有伟人 出 出现 而 铁灭此 这个字 应该是 这个 英国的 这个 遗迪的 应该有 伟人出现 而把 这个遗迪 给消灭掉 大家知道 林德奇的痛苦吗 他觉得 我们打不过他们 他们的炮比我们长 我们看不见敌人 敌人就打到了我们 所以林德奇就希望说 我心里难过都碎掉了 我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我们的国家 能够出来伟人而消灭这些敌人 哪里的伟人呢 哪里的伟人呢 经过 鸦片战争以后 从1840以来 一直 拖拖拖拖拖 拖到今天 大家才知道 真的 有人 出现了 这个人 伟人 是多数的 由于中国人 集体的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我们的确做到了 强兵的这个状态 复国强兵 强兵的状态 再有没有人 什么英国人 什么人 敢跟我们中国打架 这个时候 林泽徐 这个梦 在一百多年以后 才实现 这就是说 我说 该属于谁的功劳 就给谁 这个功劳 的确是 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 使中国 在 赴国强兵的 强兵这一段 做得非常的成功 没有人敢打中国了 我们去 约人间历史 要这样子念 你看不到 林泽徐这种亲笔信 你感觉不出来 林泽徐内心的痛苦 和怀抱 请注意 林泽徐这种信 写出来以后 他告诉他的朋友 这种信不能发表 为什么不能发表 他们发表以后 影响了民心士气 是我林泽徐说的 我证明了 我们打不过英国人 这样子对整个民心士气不好 并且 对我林泽徐的 名誉也不好 人家觉得 我林泽徐 怎么可以讲成这下话来 所以 为了我的名誉 这个信 要遮盖 不能够公布 所以我们看到 当年的 这种谋国者的 他的苦心 也包括了 他们这种 为自己打算的 这种私心 不能说没有 像我李敖 大家看看 当我出来讲一些话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话讲出来以后 有多少力量 多少反面的话 来打击你 来罩你的腰 来挖苦你 可是 我们这种人 我们很勇敢的 讲出我们的真话来 不考虑 那种负面的评论 可是林泽徐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他会考虑到 负面的评论 所以我们学历史 要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要真的了解 这些历史 不能够 从表面的文字来看 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知道 林泽徐 当时烧鸦片 什么叫烧鸦片 鸦片 是用火来烧的吗 不是的 鸦片是用 石灰水 放好了石灰水 把鸦片放进去 把鸦片给毁掉 是这种方法叫烧 不是用火来烧的 用火烧的话 那另外一种境界了 消灭不得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很多历史真相 不是说 从几个动词来看出来的 可是当我们把 这种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才知道 哎呦 是这么样的 动人的一些文字 所以我们看到 历史上 所保留的一些 小的照片 很少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照片 非常有趣的 看到清朝这些大官 穿着官服 看到没有 用的是这种炮 洋炮 可是这种炮弹 一个一个 像大力丸一样 这种炮弹 怎么可以 虽然也是外国东西 怎么样可以跟英国打呢 打不过英国人的 打不上船上的 那种大炮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种照片 留在下来 就是大家也在努力 去追求中国的现代化 追求富国强兵 可是呢 做不出来 知道打不过 我们才知道 这从亚片战争以来 到今天的中国 在富国强兵上面 尤其强兵方面 有多大的进步 想到这种进步 我们要追究责任 或者论功行赏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 当然 中国人民 也是集体的努力 可是领导者 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论是的确如此 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 我们中国被打压 有时候你想不到的 我举个例子 好不说 2008年 奥运会 我们深奥的这过程里面 本来在 2000年 就深奥应该成功 为什么没有成功 我们先看 这个世界是不给我们公平的 中国已经变成大国 中国已经强国 中国人也不是 以前所谓的 东亚病夫 中国人在世界 在奥运里面 可有那么好的成绩出现 可是 世界给我们公道吗 当我们 北京出现深奥的时候 有多少国家 跟我们站上抢 巴黎就是一个例子 大家看看这个表 巴黎过去在奥运记录里面 曾经主办过两次 大家看 第一届 第二届 1900年 巴黎就举办过一次 我们再看 第八届 1924年 巴黎又举办过一次 现在巴黎又来了一次 他们可以办三次 可是在深奥的过程里面 巴黎办过两次 他都 当不仁而不让 就是说 我还是要给你中国抢 不看得很清楚吗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台湾这边 民进党的政府 民进党的这些团队 他们整天口口声声宣传 以一种被迫害的心态来宣传 说中共打压我们 中国打压台湾 整个人打压两个字 有的时候 我在演讲里面 或者在电视里面 我就问 我说我们不打压 打压他们吗 我们也打压他们 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年 北京出面深奥的时候 台湾有一票 这边有一票 这一票 到底投给谁了 那一年 澳洲 得到了 这个主办权 奥运的主办权 46票 对46票 当时如果台湾这一票 不跑掉 变成47票 对45票 那个时候的时候 最后 跑掉了 所以汉德 澳洲 得到了主办权 北京 没有了 如果台湾那一票 不跑掉 变成46票 对46票 那个时候 奥运的主席 撒马兰奇 他是同情中国的 他就可以说 要由北京主办 中国的主办到了 因为你台湾这一票 跑掉了 不投给黄种人 而投给白种人 不投给中国人 而投给澳洲人 所以害得 北京 在那一年 得不到 深奥的成功 台湾在打压人家 你怎么老怪 人家打压你 深奥这么大的事情 不是被打压吗 现在有真相出现了 好有趣的 看到没有 当时 看到没有 纽约时报说 正登出来 后来说 发现的这票 是看到没有 事后雪梨 澳洲的雪梨 官员承认 在投票的表决 头天晚上 曾经分别付给 非洲的肯亚 乌根达 澳委 各三万元 三万五千美金 然后呢 等于收买他们 由于澳洲雪梨的犯规 使北京 深奥失败 好像跟台湾无关 正好相反 就是买通了 这两个国 非洲的国家 一个肯亚 一股乌根达 才造成了 台湾这一票 倒过去 才造成了 47票 对45票 如果不买通这两个国家 台湾这一票 即使跑掉了 当年深奥 也会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 上一次深奥成功的时候 台湾的代表叫吴经国 他落泪 他跟内地的 这个吴经国 大家抱在一起 看到没有 都是两岸的拥抱 里面看到 北京深奥成功 两岸三位国际奥会委员 相拥庆贺 居中的吴经国 喜极而泣 而旁边的是大陆的委员 右边的是何振良 左边的于在清 吴经国落泪 看到没有 可是吴经国也讲到了 上一次呢 他曾经被 不利于他的流言所伤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他这票 没投给中国 而投给澳洲 没投给黄中人 而投给白中人 他现在落泪 他现在所论这个事情 可是在我里奥的 看法里面 研判里面 当年这一票 的确是投给了澳洲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还有李登辉 在主持台湾的团队 吴经 吴经国 如果当时说 公开的说 事后说我投了北京这一票 他可以说出来吗 我们台湾是支持北京的 在深奥的这个大前提底下 是支持北京的 至少是黄中人支持黄中人的 为什么不吭气 吴经国当时不落泪 当时不吭气 你现在落泪 吭气 我李奥是不相信的 我这意思就告诉大家 我们中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尤其从鸦片战争以来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真是经过了多少辛苦 不止于千万人头落地 而是说多少的辛苦 多少的血泪 多少的不公正 来对待我们 深奥就是一个例子 这里面不公正的对待 还包括了台湾这个地区 胳膊肘向外弯 投票给外国人 李登辉这个政权 干了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 吴经国迷途知反 想打马虎眼 说当年这一票他没跑 事实上当年这一票是跑掉了 可是我们还是得到了一次 深奥的机会 可是比当年那次是晚了八年 比2000年那次深奥是晚了八年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多么的不公平 刚才我谈到了林德徐的这个故事 我拿出来这个照片给大家看 我们中国人怎么样在现在的世界里面 去要求去努力 达到了国父兵墙的这个路子 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们 就是我们要学习西方的这些武器 西方还有很多优点 我们要学习 可是西方有很多的缺点 我们要不要学习 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困扰了我们 当时清朝末年一位大臣 叫做张之洞 张之洞 他提出来一个理论 叫做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心思想 把在这里 外国东西对我们是一个有弹性的选择 我们今天一直希望我们对外国东西能够弹性的选择 不要全盘西化 而学到外国人的长处 而不是短处 可是我必须说 这个构想是好的 这个用心是好的 可是他违反了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原则和现象 也甚至定律都危险 为什么呢 你无法选择 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你得到了新大陆 得到了新大陆的一些产品 可是新大陆的梅毒就传到了欧洲 你不能说我只要新大陆的产品 物产 土地 我拒绝性病 我不要梅毒 用心是好的 技术上有困难 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 所以张之东本身也发生这个问题 有一次批公文 看到他的秘书谈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他就批这两个字 都是日本人的名词 张之东就写 这个字是日本的名词 你怎么写在我的公文里面 结果那个秘书很刁 就报告大人 他说你批的 这是日本人的名词 名词两个字 也是日本话 中国文字里面没有名词两个字 名词两个字 也是日本话 换句话说 你张之东 自己都被这些名词所感染了 你都不自觉 你说要不用日本名词 名词两个字就是日本话 你都不自觉 什么也不自觉呢 就是文化当时来的时候 有的是很明显的 突天盖地的过来 有的是偷渡进来 潜移默化地进来 使你在不知不觉之间 受了它的影响 所以我说 我们在接受西方的优势文化 和它的优点的时候 以为我们同时 可以拒绝它的缺点 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所以有的人说 我们反对全盘西化 可是在你做选择性的西化的时候 有的时候技术上面做不到 这就是我说的 没读过过来 新病过来 你挡不掉 所以聪明的中国人 慢慢会学习到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 不怕他们坏的文化过来 我们怎么样可以能解决这些问题 才是正宗的方法 以为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是错的 而是等它过来 我们把它摆平 这才是聪明的中国人 应该走的路 所以对全盘西化的观点 我们要有一个进步的看法 开明的看法 改革开放的看法 来看这个问题 感谢您的观看 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